一个夹层房 300多万 8个平方 还只有1米9的层高 没有厨房 没有卫生间 纯粹是 只是为了买个学区 对 有钱人的世界 看不懂 看不懂 我就这个房子 300多万 8个平方 对 哇靠 你们能相信吗 就我身后这样的房子 要卖到20万一个平方 20万一个平方 不敢想象 我们买的 曾经卖的最高的一套 都是60万一平 今天我也是蛮幸运的 正好他们这边 有一套房子 刚刚挂出来 那我今天就看一下 20万一个平方 到底是能够买到 什么样的学区房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在上海的人民广场 最近这两年 上海的学区房 长得特别厉害 特别是我所在位的 这个人民广场的 曹光标学区 那为什么这两年 上海的学区房 长得这么厉害呢 今天我采访到 我一位干房产 10年的一个朋友 今天咱们就去问一下 他到底为什么这两年 上海的学区房 长得这么厉害 刘总 今天给我介绍一下 这边的学区房 好吧 可以啊 像曹光标 这两年的话 主要是去年的一个 公民同招的这个政策的话 现在对这个学区房 有很大的影响 公民同招是什么 公民同招的话 原来原来是公办和民办 它是错害时间招生的 现在就是公办和民办 你只能报一个 现在同时同一时间报名的 是这样的 那曹光标小学的话 如果说在上海的话 算是什么样一个段位啊 这边像黄虎区 它最好的两个学区组合的话 就是一个上外加大同 另外一个就是曹光标加和志 因为曹光标它对口的一个初衷的话 它是黄虎区最好的一个公办初衷 就是说曹光标小学对口的这个初衷是最好的 对 最好的一个初衷 那今天你能带我去曹光标小学去看看吗 可以啊 我们现在可以过去看一下 嗯 这边就是 它学校的话地处是人民广场板块 在这个凤阳路和长沙路的路口这里 哦 就是这边是新世纪大厦 然后隔壁就是那个国际饭店 国际饭店的话它是上海的最中心点 哦 我看离那个人民广场还蛮近的 对 步行到地铁站的话两分钟 哦 然后这边就是学校 就是我们左手边这个是吧 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曹光标小学 它是这样的 曹光标小学和合制初衷的话 它现在是地处一个一个校园里面 共用一个操场的 哦 它这里面也有格制中学是吧 对 是直升的 对 直升格制的 是吧 直升格制 就相当于是九年联读嘛 哦 你可以看一下曹光标小学和合制初衷 那像这么好的学区的话房子应该很贵吧 哦 这边的话是因为它地处一个商业板块嘛 这种商品房是非常少的 对考曹光标70%的房源都是这种理论房 就是我们他们上海人所说的石窟门的房子 嗯嗯嗯嗯 这种老房子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 呃 它为什么说是黄埔区最热门的一个小区 呃 学校呢 主要是因为呃 这边第一是商业板块 呃 房源少 房源少 第二的话是因为这边 大部分是这种老房子嘛 它是使用权的 然后它的总价低 入门的门槛相对来说会比较低 哦 那像这样呢 一套学区房的话 大概它的那个价格和面积呢 嗯 大部分的话 大概是在20平左右的 20平左右 对 大部分是20平左右 20平左右的房子吧 目前的单价的话 差不多是在20平 20万一平 20万 对 20万一平 对 一个平米 对 就这种老房子 对 我的天呐 然后这种房子的话 呃 都是厨房和卫生间是跟别人合用的 哦 然后我们 我们卖的 曾经卖的最高的一套 都是60万一瓶 60万一瓶 对 学区房 对 我的天呐 呃 当时是17年成交的一套 17年 呃 当时这个房子是 4个平方卖了160多万 哦 不对 呃 这是这是另外一套 呃 这套房子的话 当价是43万 我当时记得 还有就是我们 卖了一个5个平方的 5个平方的话是 当时是因为房源少嘛 然后客户急着买 那当时买了300万 300万 只有5个平方 对 也就是单价合到了60万 就像这样的老房子是吧 这个老房子 哇靠 你们能相信吗 就我身后这样的房子啊 要卖到20万一个平方 20万一个平方啊 不敢想象啊 今天呢 我也是蛮幸运的 正好他们这边有一套房子啊 刚刚挂出来 那我今天就看一下20万一个平方 到底是能够买到什么样的学区房 嗯 这个房子的话 就是我们刚成交的 刚刚成交的 对 这个房子是没有卫生间的 连公用的卫生间都没有 厨房也没有的 然后这就是用水的地方 就在这里 哦 多少钱成交的 300多万 300多万就这个房子 对 8个平方 8个平方 对 我的天哪 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楼窦灯了 这房子也没有舒适 比较乱 这里没有灯 也灯开了 我就这个房子 300多万 8个平方 对 呃 层高的话 1米9 层高只有1米9 呃 没有窗户的 这是一楼和二楼当中的一个夹层 哇 靠 一个夹层房 对 300多万 对 8个平方 还只有1米9的 对 层高 没有厨房 没有卫生间 纯粹是 只是为了买个学区 对 纯粹是 画个户口 有钱人的世界 看不懂 看不懂 是 所以你觉得这边的学区房 是目前为止啊 值不值得买呢 呃 我个人认为还是值得买的 因为怎么说呢 这边啊 就拿我们目前的近几年的一个价格变化来讲啊 像我就拿15个平方左右的房子来讲 在去年 去年的话大概成交价的话是在312-312 到了下半年 它就差不多又到360-380了 15个平方 在19年是在270-280 18年的话是220-230 16年的话是160-170 就是每一年都在地中 对 然后像因为去年嘛 去年一个公民重招 还有就是去年也是二台的第一批 其实现在买房子 大部分呢就是为了二台考虑 然后为什么它还有一个火的原因之一 是什么呢 这边生源太少了 房源出来的太少了 我们每年都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就是客户一大把 钱放到我们手上 就是等房子出来 在这边买房子就是这样的 出来什么房子 你只能买什么房子 没有任何可挑的余地了 那还是很抢手的 对 我看上去是不怎么样 环境挺差的 环境我跟你说 就是我刚到上海来的时候 看到这种房子我就觉得 哎呀天哪 这种房子谁会买啊 傻吧 但是真正的你深入了解以后发现 对 是很吃香的 这太香了 就我其中有一个客户啊 在19年的时候跟我们买了一套房子 19年2月份他把户口落进去 然后同年的9月份他小孩用完了这个学区名额 在12月份他又我又帮他卖掉 赚了50万 同一年买了同一年卖赚了50万 然后还白白用了一个学区名额 其实很多人在说他说目前的学区房价格很高很高 觉得可以觉得不太不太划算 其实你如果说以投资投资的角度去买去看待这个学区房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他是很香很香的 当然了如果说你以消费的的角度去谈的话 我觉得好像是那么会是不太划算啊 因为一个这么破的房子花个几百万买了几个平方 十来个平方又不能住 然后还是破破烂烂的 连厨房卫生间都没有 对吧 好的好的谢谢你 谢谢你今天带我看房子 谢谢谢谢